前面我已经为各位仔细讲解了太极拳的动静分合 现在我要为各位仔细讲解王宗岳太极拳的阴阳哲学 在讲解太极拳的阴阳哲学之前 我们先一步 可以变动作为标准 把世界万物分成可以无限变动 可以局限变动 以及完全不可变动这三个层级 譬如像气体和议体 是可以无限变动的东西 它们可以任意随外物变动形态 是属于第一个层级是最能变动的 譬如像人类和动物是局限变动的东西 只能有限度的变动身形是属于第二个层级是可以有限变动的 譬如像石头和铁锤 这些都是电行物 它们无法变动是属于第三个层级是完全不能变动形态的 以变动来说 我们人类是属于第二个层级 我们虽然不能随意变身变形 但是可以趋身身体和四肢 移动我们的步伐 做出有限度的变动 我们学太极拳 为什么要讲阴阳变动 就是想让太极拳 化我们人类的有限变动 成为无限的变动 让太极拳往最可变动的第一层级 去学习更多更好的变动技术 所以太极拳是要模拟第一层级的气体和液体 让人类尽量修改不可变动的形态 将人类可变动的能力彻底发挥出来 将人类有限度的变动层次 提升到可以无限变动的层次 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先讲太极阴阳 是讲无限变动的阴阳之气的 不是讲不可变动的定型物的 因为我们要向阴阳之气的第一层级 去学习可变动的能力 进而修炼到太极无极的更高境界 王中越太极拳 就是讲阴阳之气的第一层级的武术啊 所以我们讲阴阴阳也是以气来讲的 所以我们会接受以静制动 和报制刚 以柔克刚 这些太极阴阳动分进合的真理 但是现在中国人讲可变动之气的 可变动之气的阴阳哲学 已经被一些完全不懂中国太极阴阳哲学的神棍和江湖术士 拉到最低的层次去讲了 他们把阴阴阳哲学搞到专去讲一些不能动的死东西上去了 他们老是拿铁锤、石头、豆腐和鸡蛋 这些不能变动的最低层级的东西去讲阴阳 所以他们就把刚硬的东西当成羊 把柔软的东西当作硬 这样他们见到铁锤可以敲碎豆腐 石头可以砸破鸡蛋 就得出了刚可以渗柔的理论 就相信刚硬能克柔力 硬力能克柔力 因为他们在最低层级的死事物上 见到刚克柔的力量 却完全没有想到铁锤 如果不是可变动的人去操作 根本不会也不能敲碎豆腐 石头如果不是可变动的人去操作 根本不会也不能砸破鸡蛋 因为铁锤、豆腐、石头、鸡蛋 这些都是不能变动的死东西 他们本身是完全不会动 根本不会也不能主动去克来克去 所以说神棍和江湖术士讲的太极阴阳哲学 根本就不是中国真正的太极阴阳哲学 而是假的太极阴阴阳哲学 因为神棍和江湖术士的阴阳 讲的是不能变动的定型的死东西 他们不是真的太极阴阳哲学中可变动的气 所以他们讲阴阴阴阴阳哲学中可变动的气 是讲铁锤是讲铁锤是讲石头的 他们不知道中国真正的太极哲学里面 所讲的阴阳都是柔软可变动的气 无论是阴气或阳气 无论是暑气或寒气 无论是冷气或暖气 都是可以无限变动的气 都是柔软的东西 绝不是硬石头和硬铁锤 这些第三层不能变动的死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